題目他說這個AB是一個定桿 它的長度是一個定值 然後呢 AC比上CB 這個是2比上1 然後呢 我們的A點和B點 分別保持在這兩個軸上 A在Y軸上面跑 B在X軸上面跑 好 這樣移動 好 那他問說 在這個軸滑桿在移動的時候 那這個C它會怎麼去跑動 然後再去求這個C的軌跡方程 好 好 這是我們原始題目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形的動畫 好 題目已知是這個斜邊 是我們的定桿 然後A點坐標 B點坐標 那因為這邊是2比上1 所以我們立刻可以把這個C點坐標 利用分點把它寫出來 好 那所以這個定值的比例 我們定在1 3分之1的位置 所以1 3分之1 0.333 所以我的滑桿現在定在0.333的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移動 它怎麼做移動 好 當我們租點在跑的時候 這個租點是外面這邊有一個大圓 這個租點 那這個租點的話也是控制我們這個滑桿的移動 好 那我們在租動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C點坐標 這個C點坐標也跟著在滾 C點坐標也跟著在滾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它的軌跡畫出來 好 這是租點大圓在跑 好 那我們租動的C點軌跡 好 我們也跟著把它畫出來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好 所以它整個圖形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比例是定在1 3分之1的部分 所以這畫出來是什麼呢 四個橫妥 好 畫出來四個橫妥 好 畫出來四個橫妥 那如果我們稍微變一下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把它變大一點 好 變0.77 好 變0.77的話 那這上面的距離比較短 CA的距離比較短 所以它就變什麼呢 它就變成直妥 它就變直妥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方式 可以稍微做調整一下 好 讓同學了解一下 92年的術以 是要求我們這個橫妥的部分 好 我們看過這個圖形了以後 接下來來分析一下 好 那既然我們要求軌跡方程 我們希望用新舊關係把它先拉出來 首先我們假設這個A點坐標是0A 然後B點坐標是B0 好 那因此我們就知道C點坐標 C點坐標 我們藉由2比1的方式 可以把它寫出來 利用分點公式 把它寫出來 C點坐標的S的部分是2 3分之2B 好 那或者你看一下這邊的距離 這邊總距離是B 所以它是2比1的狀況 所以橫向方向它是介於 它這邊是3等份裡面走2等份 好 3分之2B 那這個高度的話是3分之1A 好 3分之1A 好 那藉由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倒換過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A等於3Y 好 走到這裡來 A等於3Y 那B等於什麼呢 2分之3X 好 接下來我們就知道 題目有講說 這個AB的長度是一個定值 這藍色的滑桿是一個定值 所以我們就知道AB的長度 把這兩個直接取距離 取距離以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是左右平方以後變成A平加B平 它其實就是一個B式定理 A平加B平等於什麼呢 斜邊長 好 斜邊長 好 那我們就知道A平B平 剛剛把這個帶換過來 好 這個A等於3Y所帶過來 B等於2分之3S 帶過來以後 再繼續化解 好 這邊這個方程式 你把它整理以後 整理以後 全部展開整理以後 把長數項的部分 等號的左邊 這個通通除下來 好 A平B平都除下來以後 這邊變成1 整理以後變成這個形式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 土圓方式 那因為這個是2分之2 比右手邊這個大 所以這是屬於橫妥 所以這是屬於橫妥 所以這是屬於橫妥